海贼王1001话,索隆用眼膜挡住大妈的威国,积德报仇血恨。 由于海贼王漫画上周休刊,于是在贴吧中看到了海贼王1001话情报,或许是偷跑出来,又或许是假的,不过都没关系,毕竟都是图已乐,连场发挥一下的想象空间也是不错的。 根据上一话的内容来分析,五位超新星已经和两位四皇对战了,而陆飞已经动手打了凯多,甚至把凯多打倒在地。 大妈眼睁睁地看住凯多躺下,她必然不会做事不管,因为都是结盟的人,所以大家认为大妈将会出手相助凯多,但索隆会阻止她的救援,下面一起来围关卡吧。 索隆用眼膜挡住大妈的威国。 鬼岛继续向花枝兜进发,乌云笼罩之下,陆飞趁住凯多倒下了,还想要继续攻击她,但这时候的大妈就怒吼了一声,凯多弟弟,看来你需要我的帮忙啊,然后直接做助纣斯飞向陆飞,此时的大妈已经拔刀了。 准备使用一招威国来干掉陆飞,而此时的索隆出手了,她又研磨挡住了大妈的威国,并且跟大妈宣告,我的船长正在参与战斗呢,我希望你不要打扰他,你的对手将会是我。 大妈内心感觉到惊讶,草帽团居然还有这样的人物。在外国的时候,为啥没看到你呢? 索隆二话不说,戴上了过往代表死战到底的头巾,并且说道,我也刚好想要试试这把炎魔针的威力,能不能把你这个老太婆给砍下。 纪拉笑道,不要自己一个人懒了活好吧,我也来要让她试试我镰刀的威力,大妈觉得很有趣,于是开始认真战斗了。 而另一边的基德,就大声说,威威,草帽小子,你给我让开,凯多的人头是我的。 说完基德利用机械手臂,直接锤向凯多,基德可以说是报仇学恨。 之前被凯多这样折磨,他内心自然是不服,在监狱的时候,基德就说要把凯多给揍飞,现在基德也终于圆梦了,好歹这也是基德最威风的镜头了。 但凯多并没有因此而死了,而是笑嘻嘻地说,这就是你们的实力吗? 什么要成为海贼王,什么是最强超新星,你们还是太年轻了,新世界还轮不到你们说话,于是凯多变成龙,飞向天空,吐了几个龙溪,这热气让陆飞和基德等人都受不了。 随后凯多并没有想要跟他们战斗,而是跟着鬼岗飞去了花之都,他说,真正的战场不在这里,陆飞不想错过机会,也一并追逐凯多去了花之都。 为何凯多这么在一花之都?难道这里还有什么惊天秘密吗? 你喜欢这个视频吗? 谢谢您一直关注并支持咕咕动漫频道,希望您能有一些放松和娱乐的时刻。 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吧。 并且不要忘了留下一个喜欢,订阅我。 再见